为了欣赏今年的第一道曙光 全台湾从离岛的蓝宇 到台东花莲墾丁 一路到嘉义阿里山南投清静 都有很多人起了个大早来迎接曙光 你看我们画面上了这么多地方的美景 花莲空军基地还特别安排了F-16战机来冲场 让大家感到相当的过瘾 F-16战机有猛气势编队飞行 飞过七星坦上空 战机一间曙光的瞬间震撼 不仅是花莲创举 也是史上第一次 带着民众飞进2014年 今年台湾第一道曙光 就出现在台东蓝宇 早上五点半游客到蓝宇东兴湾聚集 将曙光升起的美景全都记录下来 虽然云层稍后6点40分左右 曙光才完全露出 不过在台东海边曙光还有三仙台 更显出宁静的唯美 今天大家是真的看到曙光了 北部的民众不想跑太远 一早要迎接第一道曙光 都挤进了新北市三叼角 不少人也选择到山上看日出 不仅在南投清静也出现光芒 早上7点04分 阿里山第一道曙光 更是让游客惊艳 好天气没让人失望 墾丁的元旦曙光 清晨6点54分 也和大家相见观 全台曙光和大家一同迎接2014年 阳光升起那一刻 更象征新的一年 充满期望和光亮 记者阿布斯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